第1092集 柔然国的福拔克汗 身体壮实高大 善于作战 这一年 他西攻高车 攻破高车城 抓获高车王弥额图 把他的脚拴在马后面 拖死了他 又把他的头 用来做了饮酒的器皿 邻国中 凡是从前归属柔然 后来又叛变的 都被福拔消灭 福拔的国家 重新强大起来 16年 丁有公元517年 春季正月初九 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北魏大臣刘斐 重新聚集起来 冲入雍州 刺使宇文福的儿子 园外散其常侍 宇文炎 率领手下的奴仆和殿客 抗拒敌兵 刘斐烧了斋门 宇文炎冲入火中 爆出宇文福 他的身体头发都被烧焦 仍然督促众人苦战 刘斐终于逃散 他又率兵追杀 消灭了刘斐 12日 北魏大赦天下 北魏初建立时 民间都不使用钱币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时 开始铸造太和五都钱 派钱工在工厂铸造 百姓中有想铸钱的人 就让他们到国家的铸炉去铸造 铜一定要精炼 不能混杂 宣武帝永平三年 又铸造五都钱 禁止国内使用不合标准的钱 这样一来 由于洛阳和各州镇所用钱各不相同 商品货物不能交换流通 尚书令任成王元成尚书 认为 不通行的钱 法律有明文规定 指那些薄小凿鞭的钱币 再没有其他的陷进 估计河南各州现在所通行的钱币 都不是禁止行列里的 从前发生禁止的事 我感到很困惑 另外河北既没有新钱 又禁止使用旧钱 只好专用单丝织成的细卷 以及书线织成的粗布 他们拂面狭窄 尺度也不足 不合常规 把一匹布分成几尺 来救济没有的人 白白地费了机支的辛苦 却不能避免饥饿的困扰 这大概不是救济扶住 动恶之人的办法 也不符合养育百姓的本意吧 钱的使用 用绳子穿起来 不能凭借度量工具 既公平又简易 是方便百姓的好办法 确实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清秋同时命令各个州镇 不管是太和钱 还是新筑的五都钱 以及古时通行的钱币 凡是地方上一直使用的 只要里外都好 即使有大小的区别 也都一起通行 会见的差别 分别按乡里的物价折合 这样货物在海内都可流通 公家私人都可以开展贸易 财务再也不会积压了 那些专注保小之钱 凿编之钱 倒渡钱币 将大钱化成小钱 以及用各种花招造假钱的人 一律按法律制裁 胡太后下令同意她的意见 但由于河北缺少钱币 百姓仍然以物异物 钱币不能在世面流通 北魏很多人假冒军功 上书左城卢同 查阅吏部的攻击部 并加以审核 发现了三百多个冒取辟位的人 于是上奏说 请求集中吏部 中兵二局的功劳部 核对审查上报的文书 抄写两份 一份放在吏部 一份存放兵局 另外 在军队里杀敌 可升一级以上的人 就命令刑台军司颁发证书 证书从中间竖着分开 一份交给立功的人 一份交给门下省 以防止耍花招作假 胡太后听从了她的建议 卢同是卢玄的族孙 中尉元匡尚书 请求把景明元年以来 内外考核的账簿 吏部任职的文书 中兵的功劳查询记录 以及历次考核中的最高等和最低等的名单 都取出了 以便核查冒功道官的人 胡太后批准了她的请求 尚书令任成王元成尚书认为 律法最怕 繁杂苛刻 智政贵在清平简约 御史台的职责 在于有所封闻就可以上奏 如果知道有冒取官职的人 只需取一本薄记 调查检验出真假 绳之以法便可 怎么能取上书省的全部档案 到御史台去审查 查找二十多年的旧账 像这样追查过失 谁能受得了这种罪责 这实在是圣贤的王朝 应当慎重对待的事 胡太后这才停止追究 胡太后又因为 袁匡的多次建议都没有被采纳 怕她提出辞职 想要奖励安慰她 就加封她为镇东将军 二月十六日 又封袁匡为东平王 三月十五日 梁朝下令给支官 命令谨闻 不能支仙人鸟兽的形状 因为这样裁剪起来 违背了仁爱 二十六日 北位广平文牧王 袁怀去世 夏季四月十八日 北位任命中书建 胡国真为司徒 梁武帝在诏书中认为 宗庙中祭祀用牲畜 对鬼神有妨害 应当使用面粉去做 梁武帝在诏书中认为 宗庙中祭祀用牲畜 对鬼神有妨害 应当都用面粉去做 于是朝廷内外议论纷纷 认为宗庙中不用牲畜 就等于不再祭祀 武帝终于不肯倾从 朝中的高级官员们 就商议用大牛肝 代替牛 秋季八月十八日 北位赵令太师高阳王元庸 入居门下省 参议上书奏事 冬季十月 因为宗庙仍然用肝肉 梁武帝又下诏令制止 于是朝官们又商议替代之物 因此决定用大饼取代肉干 其余的都使用蔬菜水果 又修建致敬殿景阳台 设置七庙中的神位 每月里又设置素食 二十七日 北位朝廷下诏令 凡在北方带军的 没有迁徙的市民 都听任他们留作长久居民 十一月初七 八周刺史 穆汉重反叛 投降了北位 十二月 柔然国的福拔克汗 派四金卫 笔剑等人 向北位求和 北位使用对待 敌对国家使节的礼仪 接待了柔然使者 这年梁朝任命 右卫将军冯道根 为豫州刺史 冯道根贪厚口多 行军作战 能督促士兵 众将争夺功劳时 只有冯道根 一个人不说话 他为政清廉 官吏百姓都感激他 梁武帝曾经赞叹说 冯道根在的地方 一切无不放心 能让朝廷想不起来 还有这个州 北位尚书崔亮尚书 请求在王乌山等地 采掘铜铸造钱币 建议被采纳 从此以后 百姓常常私自筑钱 钱币比较薄小 使用一段时间后 就更倾了 十七年 戊虚 公元五百一十八年 春季正月初八 北位封 低族酋长杨定 为殷平王 北位秦州的羌人造反 二月初七 安城康王 萧秀去世 萧秀虽然和梁武帝 在贫贱时是兄弟 等到成为君臣关系之后 对梁武帝的谨慎 小心 恭恭敬敬 超过了城中那些 关系疏远 出身 敌贱的臣子 梁武帝也因此 更认为他贤良 贤秀和弟弟 使心王 萧相互有爱 萧一直做荆州刺史 常常把他的俸禄 给萧秀一半 萧秀实心实意地接受 也不认为给的太多 而不接受 十八日 梁朝大赦天下 二十三日 北魏大赦天下 改年号为神规 北魏东义州的敌人造反 北魏孝明帝 召见柔然国的使者 则为他们没有进到 藩国的礼节 商议按汉朝 对待匈奴的办法 派使者回复他们 司农少卿张伦尚述认为 道武帝开辟国土 日理万机 无暇顾忌 于是使舍伦这小子 在大漠之北割据一方 这也是因为我们国内不安定 急着对付汉人 而放松了 对这些遗敌之足的侠制 教文帝正应付南部的事 没来得及向北讨伐 宣武帝遵从先帝一致 所以前次迪鲁的使节来到 只接受他们的禁见 却不回复他们的求和之请 这是因为圣人当政 国富民强 拒绝敌人的礼节 有什么可怕的呢 对他们有什么可求的呢 现在迪鲁虽然仰慕德行 前来禁见 也是想看看我们是强是弱 如果让圣上的使者 贤命起敌鲁内里 与他们结成兄弟 恐怕不是祖宗的愿望 如果事情不能这样了结 也应当给他们下一道诏书 显示上下金尘间的礼 再命令宰相给他们写信 告诉他们归顺的办法 看他们是听还是不听 慢慢地或进而用恩 或退而用威 这才是王者应有的样子呀 怎么因为敌戎之间发生的吞并 就立刻亏损了礼节呢 张伦的建议没被采纳 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3月16日 北魏灵寿武进宫 于中去世 北魏南侵州的敌人造反 朝廷派龙襄将军崔习 持福节去小玉他们 夏季4月12日 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 朝廷赐予他贾黄岳 相国 都督中外诸君士 太师等职 号为太上秦宫 用隆重的礼仪安葬了他 赐赠衣服和礼仪卫士 丧事极端优厚 又把胡太后母亲皇府式的灵鹫 迎来和胡国珍合葬 称为太上秦孝穆君 建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 前代皇后的父亲 没有称作太上的 太上的名字 不能夹在臣子身上 于是就去朝殿上书 陈述自己的看法 侍从们没人敢给他通报 正赶上为胡国珍挖墓穴时 碰上了坚硬的石头 于是张普惠秘密上表 认为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太上这个词 是从上而产生的名称 皇太后称自己的命令为令 而置于皇上的赤之下 是为了顺从三从之道理 同于周五王时的文母 以妇人而列入 善于治理的时任之列 现在封司徒为太上 恐怕有违于置令于赤之下的道理 童子说 一定要证明 这一次出现了前兆 于是因墓穴浅 而不得不改换地点 也许是天地神灵 以此来劝诫启发圣人 希望能停止使用 和帝王一样的封号 来博取因谦让 而带来荣耀的福分 于是胡太后就亲自来到胡国贞的住宅 召集吴平以下的官员广泛讨论 皇宫大臣都顺从太后的心意 争相指责张会谱 张会谱随即分辨 没人能说服她 胡太后派袁毅向张会谱宣布命令说 朕所做的是孝子的心意 你所说的是忠臣的道理 忠大臣已经有了定义 你不能这么狠心地剥夺朕的一片心意 以后有什么见解 不要因此而难于其耻 胡太后给太上君建造了寺庙 其雄伟华丽相当于永宁寺 尚书奏请再向百姓收缴棉麻税 张普会尚书认为 道五帝废弃了大斗 去掉长齿 修改了重秤 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负税 因为国家军队需要棉麻用品 因此在卷税中增收八两棉 在布税中增加十五斤麻 改定因为较定秤齿而减交的负税 不止于棉麻两项 因此踊跃交纳 但是从这以后所交纳的卷和布 又诚心增长增宽 百姓抱怨之声 传遍朝廷内外 再向不了解这个根本原因 在于浮宽度长 就罢免了棉麻税 接着尚书因为国家用度不够 又想重新征收 这样的做法 无疑是丢掉老百姓的信任 放弃已经实行的命令 继继续从前的错误 又犯下今后的过失 不去想想国库中棉麻很多 却正在被众臣们倒为己有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百姓交纳货物 有的一斤要多交一百株 但没听说有关部门 按法律惩处州军官员 而质量稍微差一点 一家之主就被判罪 还株连地方三长 因此库中的卷布超出规定尺寸的多 众大臣接受俸禄时 人人都愿要尺长浮宽 耐用结实的 再也没有什么发放的标准了 从没听说有谁因为尺负多 而送回官府 现在如果要重新征收棉麻税 首先必须校准秤和尺子 明确规定严禁使用大秤大尺 不许放任 以使天下人知道 二位圣人爱护百姓 尊重法律的心意 是这样坚定 那么肖文帝太和年间的德政 就又在陛下的神规年间出现了 それ时代才会是市面团的 冴нов外面的小环球 тон设寺